深受很多人喜爱的水上运动SUP在日月潭又爆出乱象了 先前呢一次还有玩家擅闯拉卢岛水域来破坏周边的环状扶牌 但是现在又被发现有业者是载着游客到台面的四手调网的造景 而且呢他们就直接闯入拍照 连这些户声的这个装备都没有穿 简直不把水域安全当一回事 一对男女偷偷闯入船罚的造景上 女生头靠着男生的肩膀甜蜜取景 一旁SUP的业者还帮忙拍照 但两人却连救生衣都没有穿 照片中的地点是日月潭四手调网造景 以竹竿撑起大网捕鱼 要让游客认识当地的渔业文化 但是不开放民众进入 船罚周遭也没有设立护网 小情侣就这样擅长拍照 不把水域安全当一回事 日管处破坏之后 马上巡线查到该业者 并且因为是属于处置违规 那所以我们马上开一个劝导单 日管处经过调查 确认是SUP的业者 载着客人前往已经开出了劝导单 其实先前日月潭中央的拉鲁岛 周围一圈保护鸟体的环形草牌 遭人破坏变形成逗号 当时就怀疑是SUP的玩家 为了拍照越界导致 这回又有业者带客人擅闯调网造景 日管处说要是再闯入 最高将开罚20万 记者魏绍宇南投报道